陈老师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学家当中啊 算是个奇人 我很早对他就有印象 你比如说这个陈老师 我那天看见他给他女儿写的一封信 我觉得您是两个女儿吧 对 都在美国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一个是两个都大学毕业了 一个在旧经商工作 工作两年半了 另一个呢是在北京 在北京工作 回来半年了 跟您在一起吗 我在香港 他在北京 在三个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信呢 对我有点感动 而且我觉得这个信呢 今天的这个独生子女 80 90后应该看看 看了应该会感到很安慰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他这个信里 看到一种经济学家的办法 什么意思 他就说啊 说女儿啊 你们呢 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当然你们要回来 我们老两口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你们不要为了养我们的老而回来 你们要回来就是因为你们喜欢回来 我们也很高兴 你们愿意留在美国就留在美国 愿意找什么男朋友就找什么男朋友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老两口 因为呢 我们现在买了养老保险 老年的长期护理的保险 还有什么投资了基金 什么老年的基金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 我们可以去养老院 我们也可以请长期雇这个长期护理 我们都有钱 所以呢 你们是自由的 哎呦 我觉得 这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我觉得父母自己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真是对子女最好的礼物 当然我知道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这个还是 我主要是觉得像我现在55了 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 自己越老了以后 越能够理解 原来的这些儒家人的对于这个硬性的要求 子女儿儿子女儿必须的孝顺了等等 当然我不会那样子去做 但是呢 我自己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或者变化 这个心理历程呢 好让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在中国 越是年龄大的 因为对于这个子女是不是听话呀 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啊 反应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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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求子女不能够有选择 必须的要孝顺父母 要照顾老人 当然我后来想 这个里面确确实是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嘛 因为年龄越大的人 他这个需要啊 个人的需要越来越强 当然在价值行为 道德规范上面 更可能会赞成儒家的那个三高五常 民分等级次序的这个不可商量性 就是每一个人必须的按照这种方式去规范你自己 找到你的位置 按照这种方式的行为 当然我在写那个信的时候 这些信念和观点还是一点都没变了 像我现在讲课也会跟这些90后00后会不断的去讲这个原来的养子烦恼 就是说我们总说原来中国社会啊 是旧社会 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 我就跟他们就讲 实际上好多这些东西 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这个养子防老的那个体系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因为道理蛮简单 我把儿子女儿养大了 是吧 我其他的 我以后生老病死 都要指望着他们 他们是我的保险 是我的股票 是我的养老基金 如果他们长大了以后 我在他们身上做那么多的投资 他们又要有自己的自由 要有个人的选择 他们要找到那个嫁人 随便嫁一个人 那我在他们身上的投资了 怎么办 所以原来的包办婚姻 之所以必须的是包办婚姻 并不是说原来的中国人那么傻 就不想要个人自由 自己选自己的心上人 那多好啊 是吧 这个牛郎侄女 传了2000多年 到现在还都作为我们的最高境界 原因是现实生活中 在养子防老的一个体系之下 你不能够有选择 你随便嫁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不能够是未来的这个马化屯 或者是李嘉诚的话 我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投资 我以后老了不能动了 生病了 那我靠什么 不行 你必须的 加一个我能够批准的人 谁是我可以批准的呢 未来可以有出息的 最好对方家里面很有钱 我们自己家不是马化屯家 但是最好是 他是 他是马化屯家的 这个算自私吗 还是说也是无奈 因为您刚才说 您给你女儿的信里面讲了 其实你现在的那部分养老的负担 可以转嫁到社会体系里面去 对吧 您可以自己买股票 自己买基金 自己照顾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那种传统观念 是因为社会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功能 你说的很对 所以我写的很多的那些书啊 文章啊 和讲的一些课 要说明一个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现代社会 之所以是现代社会 又有人权 又有民主 又有法治啊 一个核心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有了金融市场 有了保险 有了这个各种借贷产品 又有这些退休基金 各种不同的股票 债券啊 金融品种很多 让你把你未来可以想象到的 任何的风险和生活需要啊 都可以通过这些金融产品把你安排好 那么由此呢 让你的子女啊就得到了解放 特别是妇女得到了解放 所以我这些年 每次这样讲座完了以后 我发现最喜欢我讲的主题的 还是女士们 女孩子 实际上是保险产品 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它们卖掉 他这个研究金融的 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人间 可是事实上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啊 其实以前我怀疑 世界上大部分地方走的制度都差不多 所有人应该社会都这样 应该都是这样 否则的话恩格斯那个时候 就不会说婚姻制度 其实是一个家族的财产的继承 跟交换的问题嘛 那因为在欧洲过去 其实也是一样 养儿也是要用来防老 因为整个社会体制 不过华人地区稍微独特的地方是 哪怕现代资本主义体系 兴起并且全球化 已经有很多 陈老师您刚才说的 这么多的金融工具 或者有很多国家 他是用社会的方式来支付 来负责一个人的老跟病跟死 但是华人地区 仍然很相信养儿防老 这一套 乃至于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候不是很流行谈儒家伦理 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这一点 就为什么台湾新加坡 还有那么现代某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大陆其实也算 就政府或者国家机器 在个人的退休保险 老年保障这上面的投入 会相对那么低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家庭 把这个责任转移到家庭 各自去负担了 那么有的学者会认为 这个其实是好事 所以就减低了政府开支 那么减低了政府开支 让政府规模变小 你包括在香港 香港不是有一种福利 我们知道叫生果金 生果金 给老人家的 生果金这个名字 其实本身就很搞笑 生果金是相当于 欧洲下面说 老人的退休保险那种概念 但是它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 因为它钱太少 少到一个程度 是乃至于香港 要帮他取个外号 这个钱只够老人 每个月买一份水果 所以是叫生果金 这么来的 但是那个李嘉诚也在零好像 对 他也可以零 当作一个制度 他也去拿 但我觉得他对 他说我在香港纳税 他交了多少税 这个是香港市民合法 合理应该取得的权利 他干嘛不拿 所以李嘉诚也去拿